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那我们今晚又回来讨论另一个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可以这么说 是香港大部分人不断在这儿惆怅着的 不是公不公汇丰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想想的 是吧 大家都在想想28元 公好不公好呢 只是知道昨天失业率升到50% 176,500% 还有就业不出率有2.2% 其实有7.2% 不知道几年来最高 那大家都想到 到底现在今次的经济衰退 是否真是最坏的一个呢 至少我们的形式那些 是否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呢 那大家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今晚嘉宾 除了阿金、李永康和James 原班人马 可以和上星期那样 原班人马 好了,那大家有很多问题 那是否想知道是否值得买呢 那大家讨论的地方就是认为 匯豐今次的筹款就不同以前了 不是他有什么好的投资的机会 给一些钱去投资新的东西 今次是保获的 是吧 所以变成了大家都很关注 到底这个经济会再怎么发展下去呢 是不是就快要见底了 是啊 美国联储局局长 那个 Fernake 叫什么名字 新那个 新那个 是 拜南克 他说 明年年头 经济復速 即是他有 出年年头 即是2010年 是吧 年头 经济復速 那么好 那你等什么呢 即是有什么对你 阿金、李永康有什么 就这样说 是 二月呢 就只剩一半生意 不过呢 我也觉得是 每一年都是差不多 就是去到二月 就是你过了农历年 一定会淡一头半个月 嗯 嗯 每年都是 但是 就是 影响一定有 但是 就未去到很厉害 当然 每一行不同 我想 阿康哥就 可能感同心受一点 你做出口那些 那些 嗯 就是 停了 我 我记得我 前个星期 上大陆 工作 那 过深圳 嗯 再 坐车去 廣州 那 你知道 廣深公路 很多 货币车 那些 咦 交通很暢順 哈哈 真的十隻手指 不是 還要過敏感度 我不是坐 坐 火車 坐 坐火車過 敏感度 敏感度一定是很多 貨櫃車過 死了 小貓三幾隻 十隻手指數不完 貨櫃車居然 沒有 沒有 那 過到去 咦 真的 真的 印象中 沒有什麼見到貨櫃車 嗯 就知道 那個出口 應該都 挺 蠻蠻蠻 那 香港可能 你在那裡 搞世界 我想你都比較熟 跌了百分之三十 你說你自己 不是啊 整個國家 整個國家 中國國家 巴美 跌了百分之三十 出口跌了百分之三十 那你香港物流業都 都厲害了 那些貨櫃車在新界 都放在那裡 不知道 昨日還是前日新聞 都有 講過 這個問題 那 就是 拍在那裡 我想你們現在 講的這個情況 應該 每個人都看得到 是不是 這個就不足為奇 我想現在 最 多人想知道的就是 就是 接下來 那一年 究竟 什麼事情 會發生 我想這個 就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迷 那 我呢 就 因為對這方面 就花很多時間 去看不同的資料 我想 這個問題 可以分兩面來看 第一面 就是 究竟奥巴馬總統 有沒有能力改變這個現狀 那 就 就是 我上次發給你 那個連結 就是有幾個 那些影片 就是 Dr. Marcola 搜集的 那我都看了 那個影片 其中呢 有三個主要的影片 第一個影片 就是一個Futurist 就是一個 Trend Projector 他專門是研究那個 那個 Trend 中文怎麼翻譯 它是最小的 它有一個很出名的刊物 是的 每個一次 很多人訂閱 那他就以前 Trend Project 很多的趨勢 全部都是很準確的 所以這個人就很出名 那他提出幾點 那他提出幾點呢 那他提出幾點呢 我就覺得他講話 就是非常 之有道理的 他說呢 你不要聽 只是聽人說 你一定要看他的行為 其實已經美國 就很多這個 大百貨公司 是大減價 所有銷售 全部都是 減少了 他有 成算的Number 百分之二十幾 百分之三十幾 Luxury goods 即是那些 那些貴價貨 就減了百分之三十幾 那麼他說問題呢 就是 如果這些公司 繼續這樣 那些銷路 是這麼低的話 他們一定會倒閉 當他倒閉之後 那些店舖是租給誰呢 那那個答案 就是沒有人去租 換句話說 他已經說出來 跟著那一波 那個所謂 Financial tsunami 這個經濟海嘯 你說第二波 對 跟著那一波 就會是 Commercial Real Estate 商用的地產 Shopping Center 所有這些東西 就開始會崩潰 跟著呢 第三波 就是這個 民用的信用卡 那個崩潰 那 不僅是他這樣說 我是看其他資料 其中以前也提過 有個鬼佬叫George Green 我最近又聽到他 發表了一些言論 就是他說這兩波 跟著這兩波 是一定會的 那他估計 如果真的來的時候 這次就糟糕了 因為為什麼呢 當那些人開始 因為你想想 你如果 譬如一個店鋪 它倒閉 它不僅止 店鋪裡面的員工受到影響 你Advertising受到影響 做廣告 你的Transportation受到影響 你的貨物不需要有人運輸 換句話說 一闊三大 你一影響一件事 會引起連串性的Chain Reaction 所以我很同意 剛才James說 第一波 那個是 金融業那些 刺刊記 9月中 雷曼爆煲之後 香港實體經濟沒有什麼影響 我經常在節目上都說 沒有什麼 去到過年那段時間都沒有什麼 反而還有增長的 消費 過了之後就開始來了 即是說 第一波是 對實體經濟還沒有影響到的 真的 OK 是的 那麼 那個影響的情況 就開始擴散出去 當擴散出去 會引致越來越多人的失業 當那些人失業的時候 他没有钱买粮食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 因为当人肚子饿,他就会去抢劫 像George Green经常说 三日没粮食就去抢劫,七日没粮食就去杀人 这是一个求生的本能 如果他真的饿到他家人肚子饿,没东西吃,他就会去抢劫 甚至去杀人 换句话说,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很严峻的情况 就是社会会引起动荡 一引起动荡的时候,美国政府已经一早有计划去部署 就是建立了拘留中心 拿来做什么呢? 就预备,政府已经预测到很大的civil unrest 就是社会的动荡 会有很多人会轻而走险 他们已经预备了监狱去困这些人,捉了去监禁这些人 换句话说,那个George Green就说 你是看得到一连串的事情就将会发生 至于时间表是怎样呢? 他就说,根据他的看法 他说应该是第二季开始就会有大问题 第二季就是由四月开始,四月五月六月 他还加上一句,他说 如果这些内乱的问题真的发生 美国政府就很可能需要转移这个视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在国家之外制造一个新的敌人 当你制造新的敌人的时候 就将那个视线转移出去 就来解决他国内的问题 是什么意思呢? 有很可能在中东会引起一场战争 今次这场战争如果真的爆发 九成九就是伊朗 可能性是非常之大 如果真是伊朗进去了 九成九就会牵涉其他国家 包括以色列、欧洲某些国家 以及苏联和大陆 这是George Green的看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换句话说,好气尚在后头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起端 接下来会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这是其中一个消息的来源 另外一个消息来源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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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斯·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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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又很... 很有趣 就是因为他就在... 就是以前一年内 他做了几个预测 那个石油的价钱 那他全部被他说中了 那他就... 爆料呢 他就说 其实呢 不是他预测得到 而是有一个内部的人 将一些消息传给他 那他当石油是146元一桶的时候 他自己都以为会升到200元一桶 但是呢 他就突然之间收到这个... 报料人的电话 就告诉他他 他说不是 石油呢 将会跌低过50元一桶 他当时是不信的 结果呢 在很短时间之内 好像几个星期之内 石油真的跌到50元一桶 低过50元一桶 所以呢 他就很相信呢 他这个... 报料人呢 说的是真 那么他也问那个报料人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那么那个报料人呢 就说 因为他们呢 想使到很多石油产国破产 就是换句话说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的目的呢 是要使到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呢 是差不多是完全崩溃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换句话说 我们也代表着面临非常非常大的灾害 去到点呢 现在应该是无法估计 所以呢 我看了这些资料之后呢 也是想过他们提出来的证据呢 我也认为是 那个逻辑是存在的 不是一个空口说八话 不是乱那么吹的 所以呢 就... 到底是怎样呢 就很难说 但是呢 一定要 每一个人 我建议一下 每一个人都要双手准备 万一的情况 真的去到这么差的时候 你是有没有能力生存得到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现在建议 我所有的朋友 亲戚朋友都好 你就算投资什么好 你就不要去到尽 你自己要留一手 是有个后路 你最好呢 我就建议 根本不要投资 暂时呢 暗兵不动 即是汇丰 不要去补仓了 我就... 我就建议 很划算啊 很划算啊 历史新低价钱啊 Doctor 又要做一件事 是的 我有个老友呢 他就跟我说 即是个老友 不买汇丰 他就跟我说 一间 50元啊 我入了 我说你看着好 划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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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元那时候 140多那时候 那些人都说划算的 你50元以为划算划算 我说看东西不是看价钱 看看一间店 有没有前景 接着 跌到40元 40多 划算划算啊 又进 我说又进 你不怕啊 接着去到30多那时候 我说划算划算啊 还进不进 我说那些东西呢 价钱是否划算 不是你去定 不要只看价钱 明白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以一般的人 来看现在的现象 譬如像刚才说过石油 那些人 那些不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一个在这方面 是跟得很贴的人 他都预测不了 他都说150元到200元 你看市面上很多书籍 都说油价 会不断地高升 接着呢 我们造成的现象 对我们地球的经济 影响会怎么样 大家都走这条路 这些是个专家 他都想不到 那突然就会掉下来 好了 汇丰 都想成功了 香港的经济之处 是吧 好了 那你曾经所说 突然跌到这么多 什么都跌了眼镜 所以 我真的要想想 这件事最后是什么推动呢 是有四个字 金融海啸 哈哈 这个是一个现象 我们 那是个类型 背后是为什么呢 金融都预测不了 是吧 因为香港最可靠的银行 都会这样跌 没有人能解释到 那你 阿金你说 我想知道他背后的业绩 怎样 我相信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 看他的业绩 看他的业绩 那业绩 怎样都没有人看得出 最近有人说过新的 就是 欺骗 诈骗 国家化 指美国 最近这么说 也有很多 要求 都说 把这些 罪魁禍首 那些 国际银行 金融的炒家 就要 螳螂入獄 这个 应该叫 螳螂入獄 就不是 再给钱 来保护他 那 刚才 Jayman提出 我看奥巴马 有没有能够做到 就是奥巴马 只是一个 一个 年轻的 总统 那 他 要依靠 他所 召集 来的人 你看他召集 什么人 都是以前 导致 那些 所谓的 专家 由此 我们推测 奥巴马 应该可能解决不了 他没有 他想着 他想着用回 舊那套 不是 比舊那套 美国有个 radio commentator 即是节目主持人 他叫 Alex Jones 你们上去 Alex Jones 的web site 你总之 google去search 找到他的资料 他最近 就release了一个 video 叫做 the obama deception 就是奥巴马 的骗局 那 他什么意思呢 原来 他提出很多 证据 包括了奥巴马 那个政治班底 那些人 并且 有一样的证据 对我来说 是很震撼性的 那 是什么呢 原来 这个世界 有一小撮人 是很有钱的 是这班人 控制了 整个世界的 经济命脈 这班人 叫做 Builderberg Group 他们每一年 都开几次会 来决定 整个世界 应该 什么事情 发生 对我来说 什么震撼呢 就是2008年 当时 他们在加拿大 开了一个会 当时 奥巴马 在竞选 做总统 有一天 奥巴马 和 Hillary Clinton 两个 同一天 同时失蹤 因为 当时 你知道 他们作为 一个总统 候选人 整班记者 不断 24小时 跟着他们 有一天 整班记者 被邀请 上了奥巴马 那架专机 机门一关 一起飞了之后 奥巴马 有个 助手 就出了 来 就跟一班记者 说 奥巴马 不在这架飞机 那整班记者 就恶了言 不在 你叫我们上来 干什么 原来 法国 有个阴谋 什么阴谋 就是等这班记者 不要跟到奥巴马 原来奥巴马 可能去了一个秘密的会议 去了哪个秘密的会议 没有人查得到 但是 Alex Jones 他那班人 刚刚在加拿大 在监督德伯克开会 他们竟然发觉 有一队车队 就进去了 这队车队 这队车队 跟美国的 secret service 就是专门保护 总统 那班车队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就很震撼性的一个消息 因为 为什么 就是换句话说 有可能 就是奥巴马 和Hillary Kington 就进去了 去见这班 Builderberg 这班 话事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性 奥巴马 都是Builderberg 那些傀儡 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之高 就是换句话说 全部后面 是有人操纵了 包括 现在的奥巴马 总统 这是Alex Jones 订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奥巴马 这个政权 迟早就爆煲 因为他说的 完全不会兑现 那已经有些 已经开始爆煲了 什么呢 奥巴马 竞选 他说 我一竞选 一个月 就将伊拉克的美军 全部撤退 华哥 华哥 一个月之内 他说 我竞选 做了总统 一个月之内 全部美军撤退 结果呢 竞选成功 做了总统之后 已经改口 初初好像改到十几个月 现在改到二十几个月 并且不是全部撤退 现在是撤退一部分 只剩下那些作为一个 顾问 仍然是刘花伊拉克 即是 你开始看得到 货不对版 如果继续下去 会越来越多 货不对版的东西 出现的时候 那些美国的民众 就开始 就不会相信奥巴马 所以 你真的 又是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你看得到 很多问题 开始浮现 喂 James 我又想有问题 问一下 实际上听你说 就是说 背后有一班人 这样 整塌世界经济 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好处呢 整塌了 他的好处有很多可能性 第一 我以前也估过 这次 所谓金融海啸 是引发了一个很大的 财富转移 如何财富转移 以前说过 七千亿 美金 救市 已经用了三千多亿 但那些钱去哪里 没有人可以说出来 你就算问 Pernacky 他说是秘密 所以 这是很大的疑问 那些钱去哪里 我怀疑 这是我所谓的 经济转移 钱财转移 全部进入这班人的手里 他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工业 经济的命脈 至于你说 控制有什么作用 这个 再 估计下去 就会越来越比较难以自信 有很可能 就是所谓 控制全世界 这是一个可能性 你说我有没有证据呢 其实 证据在网上 已经可以找到非常多 这个Alex Jones 一日到刻都说这些证据 那他也估计 是有班人想控制整个世界 这方面的资料 大家如果真的有心去网上看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其中有一个叫David Ike 他这方面出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那 我曾经所说 我们经常都以为 全球最有钱的人 最新的排名 是吧 就好像Warren Buffet 跌了排名第二 那Bill基就抖上第一了 那我们香港的李嘉诚 都虽然 华人首富 就是华人 仍然都是华人首富 但是 其实我们在说的 真真正正 就是有钱 有钱 有钱的人 就不是我们表面看到那些的 那我们休息数分钟之后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Bill The Burger Group 是什么的一个组织呢 那背后是他们 估计他在做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先 哎呀 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那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了 那我们很快回来 继续探讨一下我们相信所有香港人都关注的这个问题 不要说香港人全世界都关注这个问题 那我曾经所讲到James提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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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Jones这个节目里面 他透露了一件事 那 那 在某个程度上 可以看出 其实 奥巴马 和 Hillary Clinton 都是受一个同一班人来控制的 那 在一次 记者随从的 那个过程里面 他突然之间消失了 那 原来被发现 他就去参加了另外一个 一个组织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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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参加了另外一个组织 就是我们叫Builderberger Group 那 在外国的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不是只是网站 而是很多书籍 啊 影带 那我们都看到 都挺多下的了 那 那 有一种整天的说法 就是我们整天都 我都整天都 整天都提出的 就是我整天这么说 这个地球 我们一般人的生活 消费行为 飲食习惯 那个生产的 的过程 的天时地利 其实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波动 那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就是所谓经济那方面的波浪 是一波一波的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也完全是解释不到的 那 突然之间油价可以高得这么高 那么容易解释 油价高 就是因为 现在用油的国家越来越多 消耗都越大 那一头说 还没完 就跌倒了 那 不可能的 突然之间那些国家 停止用油吗 是吧 中国那些 中产阶级 突然之间认为 不要买车吗 是的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断 那些解释 全部都是 骗人 找人 对 你可以看到 解释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出现 那就是 有另外一个解释 那就是 其实呢 是很可能 是有另外一班人 不是我们表面 看得到 那些大机构 大财团 是一些隐蔽的人物 是在背后控制我们的全球 就是不说只是美国 是全球的经济活动 那他所控制的东西 其实是很多方面的 那在网上 经常都有提 叫Builderberger Group Trilateral Commission Council for Foreign Affairs 那Council for Foreign Affairs 是 罗克菲勒是创立的 那其实他当时创立的原意 就是一个这样的会 是被美国人 是研究一下 就是外国国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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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 就是差不多一个 认识 来到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世界各地 其他国家的政治方面的现象 但是 因为 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很秘密进行的 如果大家是一个学术团体 那就是大家公开 必须参加 是不是 原来的名单 被全媒追访一下 那是从来没有的 那 那入国人 但是很秘密的 的安排之下 是走去开会的 那所以 令到很多人都开始 推测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层面 可以解释得到 我们经历的现象 其实我们是被人控制的 是很深入地控制我们的 就是这样 好了 那 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 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 开始 知道 整个地球 其实是 游戏是这样玩的 那 那怎么算好呢 曾经阿甘都提及了 那怎么做呢 有些什么 可以化解 它的方法呢 我想说第一件事 我们起码要知道 多些人了解到 这些组织的存在 就是这些秘密组织的存在 那我们大家都去推测 那他们为了什么呢 钱都多 就是全球的 可能的财富 可能一半 是落在这些 少数人的手上 那我们不是说Wallum Perfei那些 不是说Bill基 跟他来说是 濕濕碎 就是跟这些 真正的 背后操纵者 是真是 濕濕碎 那 那其实Bill基 和Wallum Perfei 都可以 可以敌小国 那他一说是全球 可能一半 大半的经济 全部是 操纵在他们手上 那好了 那我们都很容易 会提出 那他有这么多钱 那还要多些吗 那也都提出 那现在不是的 全球那些机构 全部都玩完了 那我们也都说 City Bank 他们控制 Fedder Reserve Bank 是他们控制 英语银行 他们控制 那其实这些银行 都圆弹 那其实是不是 他们都圆弹了 那 那 刚才我想 给大家了解到 其实我在我们 救市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钱 是丢了去之后 是从来 没有说出来 这些钱去哪里的 在美国国会聆讯里面 很多议员都 都捉 Bernanke 问他 我们当时 是很紧急状态 你跟我说 如果我们不即时行动 在几天 这个地球就玩完了 那 在一个 这么急速的 情况之下 很多人 算了算了 给了再说 当时的要求都是这样 你总的给钱 我吧 怎样用我们 事后再给你们 解释 但最终最终 他完全没有解释到 那 陈远 James所提出 很明显 在这个表面 好像经济崩溃之下 他们是否 亦都是被害者 受害者 或是他们 真的从中得益 那 你实际上看到 那些钱是进去的 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那我们怀疑 是否真的 又被他们 把我们的财富 被他吸收了 那 这个就是我们 希望和大家分享 这些资讯 我相信 香港传媒暂时 我们没有什么听到 就是说出 那个金融海啸 背后的 真正原因 那我们在这个 节目上 以前都提及 我们亦都给一些 网上的片段 比如 money as debt 这方面的资料 那就是 也看到的 这些金融的背后的问题 是我们那个货币 那个基础 那在中文资料方面 我们都看到了 中信出版 都出了一本 一本书 是一位 中国的学者 最近听他回到北京 是一个财务机构做事 那他以前在美国 就是读书 读完之后 在不同的机构 做过很多年 那出了这本书 就叫做货币战争 那另外一本书 我以前跟大家在这个电台 大家都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那个 美元大崩溃 那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那个背后 这个这样的金融 那个海啸 其实是未完的 是会继续下去的 而美国的分析 这种趋势的分析学家专家 亦都用了一个很实在的例子 就是一般的消费行为 今次的圣诞假期里面 美国的一般的消费 是跌了二十几三十几百分析 但这么提出 香港似乎不是 香港好像都不是那么差 当然了 香港有很多很多这些 这样的 就是那些 大减价 那些 很多人趁这个机会 就买了很多东西 但事实上 你看到 现在香港的 所谓失业率 慢慢地 一路一路地 升上去 将来会怎样发展呢 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再想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都可以打电话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电话号码2134 1134 这是我们的二线电话 我就建议所有的听众 就走去 你在YouTube都找到了 就是Alex Jones最新的Documentary 叫做Obama Deception 在YouTube 他整套都放上去 你们可以看 因为里面真的很多资料 是很合逻辑的 也是很准确的 不是他作出来的 那些资料 他解释 为什么 在他们的看法 Obama根本是一个傀儡 其实他背后真的有人在扯线 背后这班人 他们的目的只是有一个 就是想搞坏整个世界的经济 然后得到他们最后的结果 就是World Domination 就是控制了整个地球 那我的看法 就是 至少在香港和在中国 我们受到的影响应该是比较低 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开始引发内乱 内战 甚至乎中东开始引发战争的时候 到时中国 香港都无所行免都会被牵连进去 可能没有在美国那么惨 但是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这些问题 除了我们现在看得到 是看到这些事情在发生 对我个人来说 我也要想一下 我们怎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怎么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虽然在现在那么艰难的时间 说这些事情好像不符合实际 但是 怎么都要开始想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最后 我们真的了解到真相 就是整个地球的近年 的近代历史 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 好了 那要我们真真正正能够醒觉 我相信 就这样 我们靠网上所传递的资讯 可能暂时都未够 那是要经过一个大灾难之后 那我才有机会是重整 在一个基础上 是结构上重整一个新的 所谓叫做金融的体系 那才有机会改造 但是现在是看到的现象 这些人是制造一些动乱 制造一些问题 那跟着呢 他就会走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解决方法 那你看到的趋势 就将来呢 就会将整个地球的金融 那个体制 就是结合在一起 那现在看到了 现在政府先参与 将借钱给你 就是买你那些 所谓的那些银行的那些资产 那跟着呢 你看到一个现象呢 就很多地区性的联盟 就是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跟着可能南美洲 一个联盟 那欧洲 欧洲 另外一个大联盟 那英国呢 被他吸引进去的 那在亚洲那方面呢 有另外一个联盟 好了 由不同的国家 揭造一个区域性的联盟 最后呢 另外 另外 世界伟生组织呢 就会 所以 联合国呢 就会 重新 作为一个 世界的领袖 统治全球 而背后呢 都是跟这些人操纵 他们现在都说 要开始建立一个 Superbank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的超级银行 来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体系 已经有人开始提议 即是说 现在世界有一间超级银行 将所有世界的经济活动 都经这间银行去做结算中心 是的 不只是这样 它直接控制你的钱 但一样 如果你想做这样的银行 你要有一个统一的货币 是的 我们现在知道 统一的货币就是美金 不是 可能到时有一种新的货币 不是 我刚刚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 美金仍然是偏强的 欧洲币呢 很可能会解体 因为东欧那边 现在欠了很多钱 而西欧主要那三个国家 一个就是英国 一个德国 一个法国 英国说不够了 德国又说不够了 法国一定不会够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 欧罗很可能会在 真的有个贪心 在六个月之内 就会解体 因为 一个离开了 一个然后离开了 这个世界只有三种货币 四种 一种就是美金 一种就是欧罗 日元 以及人民币 这四种最大 最多人用的货币 如果没有了欧洲币 欧洲币 其他的三种货币 就会向美金靠拢 没办法 因为 你有三两百万 你当然容易去换别的东西 但有三两万亿的时候 就没得谈 你一定要去买一样 买一个够大的容量 买了它不会跌 只有是美金 很interesting 因为 George Green 我刚才说过 那个鬼佬 他就已经说了 关于这一件事 他说原来 已经有人 issue了 世界钱 是一张卡 你拿着这张卡 你才可以当钱用 即是电子货币 他不知道在哪里 找了一张卡 根据他的预测 将来 美金都会崩溃 崩溃之后 就会发出一种新的货币 叫World Money 世界钱 所以 当然 这个 我们都不知道 是真的假会不会发生 只不过他是有这个资料 所以我就说出来给你听 如果大家有机会 再看我们以前提及的几本书 《美元大崩溃》 他都说 其实很多经济的现象 不是无中生有的 是真的有一个 有一个 的机制 有一个基础 你可以预测得到 这个是宋恒兵在那本书 亦都说得很清晰 所以 你变成 好像《美元大崩溃》 他里面好像预测了十二样东西 其中九样东西 在那本书出现的时候 已经很快出现了 第十样都已经出现了 他说 我们不是做一个 预言 我们的预言 是根据一个 一个很清晰的事实的基础 你可以推断出来的 如果我给你这些资料 每个人都会推断出来的 所以 如果我要控制 我就是整理了所有的货币 当然 美元本身大家都知道 是空穴的 最后都知道 是波民在那里印钱的 所以 将来一个严重的通胀 美元的价值 会大崩溃 其实都可以预测得到 不是未出现的 是可以预测 它一定会出现的 好了 到时 就好像刚才James所提及 就是 另一种新的 世界流通性的 电子的货币 会出现的 我们全球的人类 就是 它可能会用 联合国 一个组织出现 大家知道 联合国背后 都是有些 其他的更高层面的势力 是控制他们的 不单是在 所谓经济 金融方面 在医疗方面 大家都会看到 在医疗会的现象 那 其实手法也是 永远制造恐慌 用流感 禽流感 流感 这些 有这么多年来 都不断地出现的病 突然之间 会将它成为 这么恐惧的病 那就是 制造恐慌 那些人就会归服 会放弃自己的 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权利 因为要为大众的利益 然后为前提 那个topic 又有段谷说 我想以后 以后有机会 其实我们都提及了几次 因为有人提出 原来 流感 你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是流感针 服役针引起 它越打得多 流感就越猛 死得人就越多 因为我们以前都提及了很多次 对 阿Jims 阿Doctor 你知道我们的伪民来的 有餐安乐茶饭吃 一般香港人 有份工作打 就是 现在 现在这样的时势 或者 有些钱 怎么办呢 George Green 他就说 首先地产就没用了 死光了 股票就死光了 他就说 剩下就是黄金 有时候 我也要想想 这班人搞事也好 我的观点 就是 如果你想收拾平货 如果你是自用 都没所谓 你怎么都需要有个地方睡觉 有便宜些人收拾几间 美国几间 几千元一间屋都有 现在 我劝你 小心点 要背起工作本 现在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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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几千元就制 但如果要背起后殿 那筆数呢 管理费 地税 学校税 美国 为什么人家的屋 可以这样扔掉 因为不只是买股屋 背后有很多 所谓地产有关的税 税 都要扶掉 还有 James 如果预言 又崩溃 那我们拿着钱 都会投行 是啊 也是死的 那个 其实 那是不是 我也是 问问外母 喂 喂 你那里留个地 给我们 记住 继续种植物 继续种植物 在哪里 在绍兴 继续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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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 全部都会有 那你便好过我们 在网上看到可怕资料 刚才James也说了 当我们的糧食缺乏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来说 大家想一想一想 我们现在不是说 那些人其他人不种植物 没有 那些人照种可也 所以问题 将来不是说 没有粮食 只不过 是那些人可能 没有钱去买粮食 即是又玩通胀 不是 我不是担心那样 反而 为什么呢 尤其你如果留在中国 你不会没有钱去买粮食 这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在美国 我是担心 现在大家都知道 全球天气变化得很快 因为天气变化到某一个程度 农作物就会失收 一失收 就肯定全球大饥荒 这是必然的事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不需要深入探讨 因为农作物是靠天气 如果天气变化太大 它承受不了 它会死的 所以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 就麻烦了 那么 什么时候发生 没有人知道 可能还有几年 知道吗 但是我们现在 每个人都亲眼看着天气 真的每一年都在变化得很大 变得很极端 非常极端 所以这个危险就是这里 大陆种小麦 那些稻田 因为太久没有下雨 是啊 今年年初 试过有个旱灾 幸好 后来那些雨又下来了 但是都没有几成 是吧 所以小麦价都没有什么跌过 就说跌了 但是都没有跌过 那些东西都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着 这一件事是一个危险 对我来说 在中国 我就不需要太担心 这个所谓金融海啸 因为这些是发生在外国 当然影响出口 这个是必然的 那现在大陆政府 已经说加强内需 内需 这个绝对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起码可以减轻了这个影响 但是呢 如果天气真的变化到 粮食生产出问题的时候 那就没有 而这个起因 就是很明显 不是说表面我们金融 那些瓷按揭 那些杠杆 那些杠杆 那些金融衍生工具 做出来 是我们整个 就是不断破坏 我们的大自然 破坏我们的森林 那是导致我们整个 水的质素 水的流畅 和储备 是出现问题的 那这件事呢 我迟一些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是很多年前 在澳国里面 有一位科学家 是Sean Berger 他已经预测了 我们不断毁坏 我们的树林里面 是令到我们的水源 水位波动得很厉害的 那所以这件事 当然跟我们的 现在的所谓 不断破坏 因为为经济原因 推动经济 是破坏我们的大自然 那个环境 是直接有关的 那这个问题 就不是说我们有没有钱 买 我们根本是 那个环境变得 是我们可能 没有足够的水源 或者出现旱灾 令到我们 真的生产不到食物 那这个是一个 真是 真是我们到时 怎样看呢 那我亦都 也都看过 另外一份资料 它说呢 有49%的机会 我们的地球 会大灾难 会出现 那到时 每地球上 百个人 有七个人 是生存不到的 那剩下就是 少了很多的了 那当然 这个情况之下 就不是说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的货币 突然之间不流通 那 美金崩溃了 那这个 这始终是钱 我们从来 都没有借钱 吃得饭的 那种植的能力 我们的生产能力 就是 渐渐会出现 一个很大的波幅 那这个 就是最后 那个可能 导致我们的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不是一个 金融的问题 那么简单的了 是我们过去 那么多年来的 那些业债 就是 这个就是最后 那到时 我们再 希望 有足够的人反省 那或者地球 可以 就是 经过一个大灾难之后 剩下那些人 可以 出现另外一个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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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世界 那 好了 那时间又很快 又过了 那我们呢 就 多谢大家收听 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呢 就再 和大家在网上 讨论其他的 题目 好了 下星期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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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